大家好,我是小童 今天介绍肥肠喂豆腐 用肥肠这样喂豆腐,大块又入味 吸收了肥肠诱人的香气 豆腐成了真正的主角 还可以同时卤鸡蛋,一举两得 豆腐鸡蛋肥肠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和订阅吧 先把大肠洗干净 洗的时候用一些面粉 这样去腥的效果会比较好 洗好的肥肠,泡水备用 把豆腐取出,压上些重物 这样可以去除些水分 更容易让豆腐入味 简单的把豆腐切成四大块即可 豆腐要大口大口的吃才有感觉 先把肥肠水五分钟 进一步去掉腥气 锅洗干净重新加水 调制卤水加入料包 北方炖肥肠常用大酱和酱豆腐 这样更适口 水烧开后加入肥肠,豆腐和剥了皮的鸡蛋 开锅后先大火开盖炖十分钟 再转小火喂两个小时 煮到豆腐块浮起来就可以了 煮好的豆腐 中间会出现蜂窝状 豆腐吸满了汤汁的味道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你也试试吧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